好,第一的三道小题呢,同学们就自己先做一下啊,一会儿呢我们来对答案 好,还是一些对基本概念的理解,比如说第一个是不是就是一个度分秒的一个运算的问题 30度50分23秒的补角是多少,对吧?那第一个你要明白什么是补角 刚刚讲完了,说它们的和是多少度呢?180度 所以我们应该拿180度减去一个30度50分23秒,对吧? 第二个呢,你就要明白这个东西该怎么算啊,我们刚刚说了一度等于60分,一分等于60秒 有没有发现在这儿呢,倍减数只有一个度,这个减数呢,有度有分有秒 那我一般建议啊,大家可以这样来处理一下 把这个180度呢,先借一度过来,把它变成179度啊 然后把那一度呢,是不是可以变成60分? 但是又借一分,借一分过来,剩一个59分啊,剩一个59分 然后把那个多余的一分呢,变成一个60秒 这样我们借一个过来以后,再去减,减去一个30度50分23秒 就好不算多了 那上面就是度和度减,分和分减,秒和秒减 来看一看,179减去一个30是149,对吧? 59减50就是一个9分 60减23就应该是一个37,对吧? 37秒 所以呢,我们30度50分23秒的补角就应该是149度9分37秒 第一小题呢,就做完了 第二小题,看一下 还是关于这个补角余角的这个问题,是吧? 一个角的补角与这个角的余角的差等于多少度? 一个角的补角与这个角余角的差等于多少度? 那么这种题我们怎么办呢? 两个办法 第一个你可以设出物,对吧? 我假设这个角30度 我算一下它的补角多少 它的余角多少 一减是不是就完了? 因为是个填空体,对吧? 你要是觉得一个不安全的换一个 你会发现答案算的都一样 那么第二个方法 我们可以假设这个角为α 好吧? 这个角为α 那它的补角是什么呢? 是180减α,对吧? 它的余角应该是90减α 说补角和余角的差 你是不是就要用那个东西减去这个东西? 减去括号90减α 下面呢,我们来去一下括号 等于一个180减α减90 再加上一个α 减α加α是不是抵消了? 180减90等于一个90度 所以导致我们的答案呢 就是90度了 这个呢 就是用代数的方法来做 对吧? 我不设具体度数 我设一个α也可以完成 那么第三个 一个角的余角的2倍和它补角的1分之1互为补角 求这个角的度数 是不是就开始要列方程了 对吧? 我还是一样 我假设这个角呢为α 好吧? 那么它的余角就是90减α 说它余角的2倍 你就得用这个东西乘以一个2 是吧? 和它补角的1分之1 它的补角呢 就是180减α的1分之1互为补角 说它们俩互为补角 得出于什么结论呢? 说明它们俩的和等于多少? 180度 对吧? 把它们加一下 等于一个180度 这样呢 我们就可以把α算出来了 好 出现了一个关于α的方程 来 解一下 29 180 减2α 加上一个90 减去一个1分之1α 等于一个180 对吧? 来我们合并一下 这个180加90是什么呢? 270 对吧? 减2α 再减1分之1α 就是减2分之5α 对吧? 减去一个2分之5α 等于180度 我们可以得出 2分之5α 等于90度 对吧? 2分之5α 等于90 那导致α 应该用90 乘以一个 5分之2 约分一下 这是18 乘以2 是不是等于一个36度 这样我们就把这个角的度数呢 求出来了 所以在这儿呢 其实三道题都是在考这个互与互补的概念的 只不过处理方法略有不同 第一个直接计算 第二个用代数方法 第三个是列方程 对吧? 列方程 好 那么这三道题同学们都做对了吗? 我就讲到这里 好 例二例三这两道题呢 我会一块讲 同学们呢 自己先做一下啊 我觉得难度呢 并不是很大 应该是都可以做对的 好吧 来视频暂停 好 差不多了 来我们对答案啊 首先第一小题 如图分别在长方形ABCD的边DC和BC上取两点EF 使得AE平分分角DAF 这种题你只要把题读懂了 应该没有什么难度 那我们在这儿是不是应该有一个角1等于角2 对吧 每次这种角平分线的条件我都习惯于标一个角1等于角2 同学们以后呢也可以这样处理啊 若BAF等于60度 BAF这个角现在等于60度 题目现在问DAE DAE也就是角1多少度 简单吧 我们这是一个长方形 说明这个角是不是应该是一共90的 这是个60 说明角1和角2的和是30度 它们俩又相等 所以每一个呢 是不是就15度 导致这个题应该选A 是吧 应该选A 来我们看一下第二个 如图OM平分角AOB 来如果在这儿又有一个平分 我们一番标一个角1等于角2 ON平分角COD ON平分COD 那这个地方呢 又有一个角3等于一个角4 是吧 若角MON等于一个50度 角BOC等于一个10度 来BOC这个地方呢 我也懒得再写字母了 直接干脆来个角5吧 也就是说我们知道角5等于多少度呢 角5等于一个10度 这个MON 这个MON 是不是应该是角2加角5加角3啊 角2加角3再加角5 是等于50度的 我都不用看条件 大家能得到什么结论呢 角50度 这咱加起来50度 说明角2加角3 是不是应该等于一个40度 对吧 角2加角3等于40度 题目现在要求角AOD的度数 那也就是求12345的和 我们这个235的和 是不是已经知道了 那还缺哪俩呢 是不是缺一个角1和角4啊 对吧 那角1是等于角2的 角4是等于角3的 所以角1加角4 它是不是等于角2加角3 对吧 1等于2 3等于4 所以1加4等于2加3 也等于一个40度 那就完了 5个角的和 是不是用这仨加这俩啊 50加40 最后答案多少度呢 90度 算了 是吧 呃 建议同学们以后像这样可以多标标角啊 我已经说过了 用数字标角呢 看着比较清晰啊 而且书写也很方便 好吧 来我们再看一下例3 例3如图 OM是角AOC的 平分线 来我们在这标一下 OM是角AOC的平分线 马上可以得到角1等于角2 对吧 ON是BOC的平分线 角3等于角4 好 跟刚才一样 第一问 如果角AOC等于28度 AOC等于28度 什么想法呢 这个角1角2 每一个是不是都是14度啊 角1等于角2 就等于一个14度了 角MON等于35度 MON是不是角2加角3呢 角2加角3等于一个 35度的话 你的第一反应是什么呢 你是不是角3出来了 对吧 角3就应该等于35度 减去一个14度 它是不是应该等于一个21度了 那还马上可以连等一下 它是不是等于角4的 对吧 角3角4是相等的 题目要求角AOB的度数 AOB 那是不是就求1234和 12一共28 34都是21 那么角AOB 它是不是应该等于21度乘以2 再加上一个28度 对吧 21乘以2 加上一个28 这地方是多少呢 42 这个地方是一个28 对吧 42加28等于多少 是不是等于70度 但是大家有没有觉得 做完的这个答案呢 跟我们这两个数据当中的某一个是有点关系的 70度跟28度还是35度有关系 是不是跟我们的35度有关系 这个70度正好是35度的什么呢 两倍 所以这个题其实还有一些更简单的做法 我们是不是已经知道 角2加角3是等于一个35度了 角2是这边的一半 角3是那边的一半 那角2加角3 是不是就是整个的一半 对吧 然后题目就是要求整个的 你直接用35度怎么办呢 乘以2 是不是等于70度 这样更快 这样更快 来我们看一下第二个 如果角MON等于一个N度 来这次我也别一二三四了 MON等于一个N度 题目要求出角AOB的度数 可不可以用我刚才说的那个方法 这个是不是等于这边的一半 这个等于那边的一半 所以他们俩加起来 是不是等于整个的一半 所以一般来说 在一个大角里边 被分成了两个小角 然后分别做角平分线 那么这两个角平分线的加角 就是这个大角的一半 那大家知道AOB多少了吗 是不是应该是2N度 角AOB应该等于2N度 等于2N度 第二问又结束了 第三问 他说如果角MON等于N度的大小改变 问角AOB的大小是否随之改变 当然改变 对吧 因为N变大了 2N是不是也会变大 对吧 N变小 2N也会变小 它们之间有怎样的大小关系 请写出来 已经写出来了 是不是二倍的关系 对吧 二倍的关系 这个很像我们的线段当中的一个类型的题 比如说我们有一个线段 在这儿随便取一个点 然后左边有一个中点 右边有一个中点 那么这一段的长度 是不是应该是整个的一半 因为这一段等于左边的一半 这一段等于右边的一半 它们加起来 是不是等于整个的一半 跟我们这一样 一个等于它的一半 一个等于它的一半 它们俩一加 就是整个的一半 同一个类型的 那么以后再碰到这种题 同学们可以直接用了 如果填空题 比如说我们一直这个角等于40度 那么这个大角是不是就80度 一秒触弹 好 这两道题 我们就讲到这里